起来 起来 起 你是冤枉的 本司令放了你 来呀 给他送马 是 谢谢司令 做一个安善的良民 本司令不会亏待你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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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官 对于这些通匪分子 就得出展 看他们谁还敢跟杨靖宇 穿一条脸当裤 杀 去 大头家的 那 这个泡泡物可不简单 得送点之前 快去 快去 好 我去 师父我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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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是 你 我去 你 去 你 望广大战民尊敬守法 做安善良民 剿毁司令木 邵本良司令 大家把兜兜抬起来看 这就是通匪的下场 就是知情不报可的下场 诸位战民都听好了 今后凡只知道杨靖与线索者 都要如实承报 王军的金票 打大的有 这个邵本良 是个冠匪出身 后来投奔了东北军 九一八事变之后 他又投靠了日本人 杨大哥 那咱更应该杀了这个邵本良 邵本良杀人如麻 雪再累累 我也想立刻把他给灭了 那咱还犹豫啥呀 是啊 杨大哥 那你还犹豫啥呀 应该叫军长 言军 你就下命令 我们立马下山 不行 这样下山 我们会吃亏的 要不这样 军长 我们跟袁字号分兵下山 夹击邵本良 也不行 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 邵本良杀了这几个无辜的人 就是想赢我们下山 我们这样去了 不就中了他的奸计了吗 咱们跟着我哥 什么场面没见过 一个邵本良 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不咋的呢 我说军长 咱就不能硬穿的 给他干嘛大的 你这胆啊 也太小了吧 邵本良对你们这一套山林作战 非常熟悉 只要你们一暴露目标 他立刻就会知道你们的踪迹 要是为这个担心 我觉得更没有必要了 我们从小就在这黄山野岭里长大的 那这地儿我们比邵本良可清楚得多呀 是啊 杨大哥 武军小心得也有点过分了吧 真的有点过分吗 滚了 我之前就会把她倒露过来 为了 雪 雪 雪